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生总监怎么来的 我们熟知路上回收的宝特瓶已经广泛被使用在我们很多的产品上 那海上的或海边的这个部分也在过去这几年有很好的发展 都很成熟 那今年度我们推出了一个所谓的废弃 空气中的废弃回收载质这个新技术跟新产品 废弃回收 哇 所以我们闻到了不好的那些什么二氧化碳啊 那些不好的空气都可以被回收 主要是碳的部分 哇 那这个一定要好好的娓娓到来了 稍后再跟你分享 还要等一下哦 我们的口罩是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内藏玄机 你说说 是的 远东新世纪是全球最大的这个医疗级负荷纤维的制造商 在疫情的巅峰时间 我们一个月大概六百吨的销售量 一个月六百吨 是的 可以做出十亿片的口罩 十亿片的口罩 是的 全球才七十亿人口 是 哇 所以一个月我们做到七分之一的全球生产量 这量体非常的足够 所以我想在整个疫情防疫的过程当中 我们国家对我想远东新在背后扮演的是关键的角色 没错 非常好的一个支撑的一个角色 除了支撑口罩之外 其实对我们非常辛苦的医护人员 还有第一线的工作者 其实远东新世纪也提供了很好的新的解决方案 对不对 是的 我手上这件裤子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新产品 外层用了一个无浮的剥水的尼龙66纤维 中间有一个阻隔层 它可以防止病毒跟这些不好的东西进到身体来 甚至防风防水还可以透气 防风防水透气还防止细菌入侵 是的 而且内层我们用了一个所谓的静味 清静的静 就是一个消菌除臭的一个纤维 所以比较不会有臭味的发生 所以你长时间穿着也不会让身体产生臭味 更不会起红疹或不舒服的任何的东西 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多功能的一个生活化的 使用的一个外套跟衣服 它看起来就很像我们一般登山在穿的那种GOTEX 是的 是的 而且很好看 超级时尚 重点是口袋好多 它也可以达到Level 4 最高的医疗防护等级 最高医疗防护等级Level 4的一个保护力 是的 所以它其实看起来算是一个GOTEX的衣服 可是它实际上可以给我们的保护 是医疗等级的保护 是的 可再洗很多次的洗涤 还是功能非常持续的 又达到了一次永续的环保 是的 那在水上呢 听说我们有一款产品可以节省60%的水 我们今年推出了一个所谓解水尼龙的新产品 它在我们抽丝的过程当中就把颜料放进去 做出来的纤维在织布之后不需要再去做染色的一个动作 所以可以减少61%的水的用量 哇 又在水上减保特瓶再次回收 然后又让我们的废水变少了 是的 是的 那现在讲了这么多 终于可以来到我们的 废气 是的 是的 我们废气回收到底怎么做到的呢 是 一般我们最常见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来源是CO 就是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 那我们最新的技术呢 是把这些碳源的废气把它捕捉下来 转化成一些用生殖的方式转化成我们锯子的原料 生成锯子之后相关的应用都可以继续使用下去 哇 好酷喔 所以我们是从空气当中抓碳原子 是的 然后制成衣料 制成布料 是的 那这个布料因为空气嘛 它可以有好的应用吗 目前只要它在一般我们的锯子的适用的范围都可以使用 哇 所以它其实也可以达到很灵活的很坚韧的 任何你想象得到的都可以做得到 是的 所以我想今年度我们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我们不仅从陆上 海上 而且从空气中 我们叫陆 海 空 三种地区的资源我们都可以把它回收回来 所以如果你想要同时拥有最精致的时尚 最完整的克制机能 同时还有强大的保护力 不只保护你自己 还保护这个地球 陆 海 空 三军所有的回收载制 唯一能够提供你最好的选择就是 远东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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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